各位早晨 刚刚在香港设立新办公室的社交网站Facebook表示 未来会加大在亚太区的投资 受移动广告收入大动 Facebook上季收入增长六成 至超过29亿美元 当中来自亚太区的收入 按年增长近七成半 达到4亿3千万美元 增幅较集团整体快 不过占全球收入的比例 仍然不够一成半 公司说亚太区增长潜力 相对欧美等地带 会增加投资 当中包括香港 从一个增长的角度的话 我们觉得APEC一定是可以带领整个公司 增长的机会一定会更加大 也会更加快 希望在香港我们可以做更加多的事 之前印尼也会同样是这样 所以其实陆续续你都会看到 就是整个APEC我们总体上 都会增加我们的投资 香港整个市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势头 大家都开始会对自己公司 或者对整个Global Economy 那个感觉开始转好 也会愿意投入更加多 三年半之前进驻香港 到七月的时候 就搬进入新的写字楼 中间就加入了更多 让员工可以轻松下的元素 就像这个跑步机那样 可以一路工作 又一路做运动 Pacebook会继续增加在香港的投资 和增平人手 增加在移动装置范畴的投资 是另一个重点 是一路做运动装置范畴的